你聽鑼鼓在一片聲聲從舊年 你看大眾多歡唱歌歌樂綿綿 歡呼聲歌樂聲響徹靈宵殿 齊聲工作你有個歡樂年 歌歌舞舞共歡慶 北北搖聲共歡呼 年年歡樂 歡樂年年 好了 各位上升和太陽天秤座的朋友們 很久不見 其實都不是很久不見 基本上是半個月而已 在這裡和大家拜個美年 祝大家新春進步 如意吉祥和身體健康 天秤座在農曆正月的雲碎 美得飛起 單身的各位 有望出撲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麼叫出撲 即是有望脫單 離開單身的行列 可以找到隊長 如果是已經有盤的話 就有望結到婚 如果是已經結了婚的話 純粹有望你們的婚姻關係 是更加穩固 越來越好 總之 人際關係可以走得更加親密 更加密切 更加緊 有一個向心力 但唯一最煩的就是你們天秤的性格的缺點 大家經常都聽到 天秤是優柔短 做不到決定 所以如果你們是單身的話 其實當拍拖的機會 這個肥豬肉放在口面前 你們吃不吃就好看你們自己 如果你張開口就很快會吃到 但如果你有鹽去肥 有鹽這樣那樣 蘇州過河沒聽答 就不要蠻蠻人了 其實在你們的農曆生育裡面 你們整個整體 都有一些非常大的決定 要等著你們去做 但是 我相信是因為這個 假期狀態 會加重了你們拖延症的 這個劣根性 這個嚴重性 所以麻煩你們做決定快點 尤其是如果是牽涉到一些人際的關係的話 或者可能我當作 要去做一些合夥 商業合作 簽合約 這些東西都不要說拖 尤其是真的假期狀態 OK 然後我想說 由今期開始 因為其實我一早之前 都開始 每一個星運裡面 都incorporate 那個星盤 然後做一個占星的教學 但之後都覺得比較繁瑣 所以在每一期裡面 最後的六個星座 只有最後那六個星座 我就不會特意去加上那個星盤 然後去做教學 但是放心 那個內容其實是不便的 我說的話都是根據塔羅 根據 占星 然後有時看上期的那些關係 然後去給大家內容 所以那個準成度 那個長度是一樣 純粹我在教學方面 是縮短一些 有些人都不明白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是學占星的人 他們根本一點底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浪費了 就盡量在不同的地方 去縮短我的工作時間 最後再說多一次 新年進步 好